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5月2日 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 调立森P.布拉加宗将公开表态 美军特战部队在4月27日 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训练基地 进行了一次特殊演练 这次演练是美军CAPEX2023演习的一部分 这场特殊演练的主要课题 是为美陆军特种部队进行了模拟空降台北的演练 参与这次演练的有美军第75游骑兵团 绿色贝雷帽和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成员 为了这次演练 美军专门在布拉格堡军事训练基地 建造了一个模拟台北建筑物的演练场所 具体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 动用CH-47直升机 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68号射击训练场 进行空降的演练 这里有模拟台北的一些建筑物 CH-47直升机搭载的是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 根据参专单位的指挥官描述 他说我们收到作战指示 要模拟演练空降台北 在这里进行作战行动 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布拉格中将 在CAPEX年度能力演练的之前动员讲话中 明确提出 根据我们的国防战略 我们正在面临步步逼近的挑战 如果出现冲突 特种作战司令部已经做好准备 从CAPEX年度能力演练可以看出 美陆军的特种作战单位 因为已经做好了和对手发生冲突的准备 这里有几个重点需要明确注意 第一 美将领在CAPEX年度能力演习里面 直接点名解放军是对手 一般的情况下 美军演练是用假想敌尼指代的 但是今次是直接指出 这样说明 从战略上已经将解放军确定为交战的对长 第二 这是特种作战司令部第一次 以台北为模仪作战的情景 并且在第68号射击训练场 有对应的实体模型代表台北 这是一个重点 这样说明美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已经将空降台北列为一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作战行动 以此来训练 这样是高度重视才会有对应的模仪建筑实体来指代 第三 美军有可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台北 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这一次CAPEX连统能力演练 是检验美军特种部队的技战术和准备情况 美特种作战司令部目前负责印太作战的单位 是第一特种部队空降大队 其中的第一营常驻在冲城 亦都称为绿色贝雷帽 绿色贝雷帽通常是指代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 综合以上的分析 美军应该已经有利用特种部队空降台北的作战方案 动用驻冲城的第一特种大队第一营 搭载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直升机 在台北空降 一种可能是在城市空降 直接进入巷战模式 另一种可能是在机场空降 以控制机场让美军后续的运输机降落 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以直升机为主 负责搭载特种部队 包括三国洲部队等美军其他特种作战单位 该团有190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 包括特种作战的黑鹰有72架左右 美军在为武力介入台湾进行各种准备 已经属于公开的秘密 近年美军不断进行关于武力干预台海 并与解放军爆发正面冲突的兵旗推演 日前 美国有关方面已经宣布 200名现役的美军特种壁 已经抵达台湾 帮助台军训练特种部队的士兵 美军特种部队在布拉格堡军事训练基地进行 可谓是美军为介入台海而做准备的证明之一 为了这次演练 美军可谓废杀苦心 不单在布拉格堡军事训练基地建造了专用的演练场所 美军几支精锐的特种部队 军参与了这次演练 美军这种演练是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实战的色彩 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美军特种部队进入台湾 对解放军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假如台海爆发冲突 美军特种部队进入台湾 只能通过空中或者海上的方式 空中方面 美军特种部队可以乘坐运输装备有多种 比如直接从关岛乘坐大型的运输机 通过机降的方式进入台湾 或者从两栖攻击栏上起飞直升机 或者船翼机机降台湾 美军还有一种特殊的装备不得不防 就是在2011年被曝光的隐身黑鹰直升机 美军或者会利用这种直升机的隐身性能 试图突破解放军的拦截网 飘入台湾岛 海上方面 美军装备有大量的两栖类舰艇和气战船 美军或者会利用这样的组合 用两栖的攻击舰 或者是船壶登陆舰 搭载气转船靠近台岛 然后进行登陆 海上方面 美军同样有一种特殊的装备就是核潜艇 美军目前拥有四艘由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 此前美军是经常用这种核潜艇进行特种部队渗透的演练 这一款核潜艇可以背负两套UUV特种人员的深潜气 能够进行水下小规模兵力的投送 美军或者会利用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 搭载士兵接近目标 再由UUV特种人员深潜气 将特种部队投讯到台岛 我们可以看到 美军特种部队如果想秘密潜入台岛 可以选择的兵力投讯方式有很多 但是美军这种行动显然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解放军必定会对整个台湾岛进行全面的封锁 戒时美军的大型两栖舰艇 大型运输机 运输直升机等的装备 根本避不过解放军的陆海空拦截的火力网 一旦被发现就有靠近台岛的企图 解放军必定会进行拦截或者摧毁 所以上述美军的特种部队的兵力投送方式 估计大部分都实际上起不到作用 即便美军一小部分的特种部队 在台湾岛进入台岛 解放军也有足够能力去应付 直接面对台海作战的解放军东部战区来说 目前东部战区拥有三个特战旅 分别是第七十一集团军下核代号海沙的特战七十一旅 第七十二集团军下核代号Picklink的特战七十二旅 以及第七十三集团军下核代号东海飞龙的特战七十三旅 这三个特种类的规模加起来超过一万人 并且装备精良训练有数 是解放军面向台海的一支尖刀部队 美军特种部队小规模进入台岛 在东部战区三个实力强行的特种类面前 就很难有机会发挥到作用 另外解放军五大战区 每一个战区都有大量的特种作战部队 全军共有十五个特种作战旅 比如作为全军战略预备队的中部战区 也都拥有几支精锐的特战部队 比如第八十一集团军下核代号猎炮的八十一特战旅 八十二集团军下核代号响战的第八十二特战旅 以及八十三集团军下核代号猛虎的第八十三特战旅 这几支特战旅的兵力规模也都有上万人以上 可以随时对台海方面提供支援 在解放军强大的特战部队面前 美军特种部队的机会实在不多 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 近日发表了一项火星存在液态水的研究成果 2021年中国天问一号火星任务 搭载的竹容号火星车成功着陆 着陆在乌托邦平原南部边缘 该地区位于火星低位度地区 基于竹容号火星车观测的数据 中国科研人员是首次发现竹容号着陆区的沙丘表面 在沙丘表面是附含含含水硫酸盐 含水硫酸盐 进一步研究认为沙丘表面的含水特征 并不是地下水和二氧化碳导致的 而是因为降伤或降雪 这一项研究填补了在火星低位度地区 存在液态水地面观测证据的空白 揭示了在表面温度相对温暖 适宜的低位度地区 现代火星仍然可以出现潮湿的环境 这一项发现对理解火星气候演化的历史 尋找移居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亦都为未来尋找生命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5月4日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布 该公司旗下益阳 橡胶索料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的国内首台 全球最大规格剪设型密链机 就在湖南益阳成功下线 益阳像机总工程师首席专家彭志森就说 作为全球最大规格的剪设型密链机 GN700剪设型密链机 主要是用于大型轮胎 以及普通膠料的运练或者载链 能够满足大型轮胎厂的生产工艺技术需求 具有绿色环保高效哲能的特点 一台GN700剪设型密链机的生产效率 相当于1.8台至3台中小型的密链机 弹斜连胶量达600,000克 在功率消耗、佔地面积、投资成本等方面 均具有显著的优势 该设备采用川軸式四令钻子 具有强度高、冷却效果好、密封可靠等优良的性能 5月4日,金支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主体 在四川正式开工建设 是目前中国在建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 金支1000千伏变电站是穿越特高压工程的起点站 他的建设将中国特高压变电站 海拔高度从1500米提升至3450米 变电容量达600万千伏安 据介绍,变电站建设面临高海拔重复兵 高地震烈度三重挑战 不仅自然环境艰苦 施工难度极大 工程建成后 中国西南电网的主网架电压等级 将从500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 每年将输送清洁电能约120亿度 有效承接来自西南等地的电能 大幅提升城域地区商城经济圈的整体电力保障能力 但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